大家好 拜登将在周一宣布新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 在金融领域,美国也加紧了对中国相关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制裁 华尔街日报10月3号的报道 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对中国企业退市进入倒计时 这将迫使许多中国公司离开美国证券交易所 此前华盛顿和北京在获取这些公司审计记录的问题上陷入了长期的僵局 报道称此举将加速全球两大经济体脱钩 并影响持有200多家在美上市中国证券投资者 这些公司的总市值约2万亿美元 2020年底,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律 禁止连续三年无法让美国监管机构检视审计工作 抵稿的外国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交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制定实施法案的细节 以及相关的规则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叫詹斯勒表示 时间从今年开始倒计时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如果无法获得涉及 2021年财务状况的审计工作 美国监管机构可能会在2022年将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 由于预料到这一结果 一些美国的投资人已经将持有的中国企业 在美国的存托凭证ADR转换成了香港股市交易股票 2020年底将阿里巴巴集团ADR换成在其香港上市的股票 目前来看 中国的ADR现在仅占其14亿美元 总规模新兴市场投资组合的1.5% 现在看美国要求审计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包括从之前的滴滴阿里 中国要求阿里也不要去美国上市 那滴滴在美国上市以后受到处罚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预阻 其实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企业上美国上市 主要原因就是在这 就是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中国企业 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核心机密数据 给政权交易委员会审查 这个审查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中国的核心的国家机密 那你如果这些企业到美国上市 将中国的核心国家机密泄露给了美国政府 那对中美竞争来说 中国方面就底牌全部暴露给美国了 那对中国来说非常不利的 所以现在看美国方面加紧制定这个政策 就是在洗牌华尔街 就有一些中国企业 你如果和中国政府能协商 你的数据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机密 不像滴滴一样 那你可以上市 不受处罚 你可以继续留在上市 如果不行 你就赶紧退市 就我们美国的 我们美国的证券交易所 你若不让我审查 我不欢迎你 这就是像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区别于川普 川普直接一个行政命令 你不让我查 我就什么 我就制裁你 拜登是用什么 拜登是用法律条文规定 我规定就在这 你如符合规定 你就可以在这继续正常的做生意 你不符合规定 不让我看 其实你说和川普有啥区别 都是想看中国这个底牌 只是他什么 用法律条文框架 用一个法律条文新的法规 规定出来 你不让我看 不让我看 你就退市 其实和川普制裁中国这个企业 其实是一样 所以我之前也说 川普也好 拜登也好 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要跟中国金融上脱钩 但是川普啊 更激进 拜登呢 更老 更加这个老练 圆滑 他呢 不直接跟你对抗 我把自己的一个法律条 规定好 你中国政府 你们自己来 你们自己来思考 是想把这东西 把这些机密东西告诉我 美国公布出来 让我审查 连续三年 我要审查你 还是说 你就主动退市 由你自己来选择 这拜登啊 非常狡猾 那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中美竞争啊 其实还是要跟中国脱钩啊 特别的金融领域啊 首先跟中国脱钩 我说过为什么要脱钩啊 因为金融战啊 美国发现金融战啊 要向中国发动金融战啊 美国首先就是要跟中国金融上脱钩 但是两方打架啊 最担心是误伤自己 对吧 那如果双方拉开的距离 我向对方开炮开火 不会伤害到我自己 如果我离对方太近 我开炮开火会伤害我自己 那么脱钩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在最后的总工 开火之前 我先什么撤出战场 留下一个空间 那么现在看呢 美国拜登正在做下一步金融战的一个准备 所以这就是金融战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那我觉得中国呢 现在应该也应该已经应对了 有应对的方法 中国也在加强中国的监管 你可以看到啊 最近中国这个从恒大到其他的地产 首先中国地产去金融化 中国的金融 中国的整个金融安全 对吧 不会出现大的风险 其实就是啊 中国正在做这个金融战的前期准备 那未来呢 中国也会开放资本市场 开放完资本市场 实际就是中国呢 要越来越多的和美国资本 进行合作 而不是双方脱钩 美国希望和中国脱钩 美国手里边是有开火条件的 而中国呢 非常清楚 我如果跟美国脱钩 最后只能是挨揍 所以呢 就是贴近美国 反而呢 我中国和美国资本要贴近 那怎么办 把它引入到中国 所以未来大家会看到 中国会越来越开放资本市场 越来越多的美国资本 会进入到中国 那美国对中国进行金融轰炸的时候 也会伤害到美国这些资本 那美国下手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他呢 特别在与中国做金融战的时候 美国 我觉得 自己要思考 能不能伤害到自己的金融企业 伤害到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看中美都在金融领域 在博弈 所以现在这几年发生的 这个中国市场啊 这个资本圈这些事啊 其实都是中美博弈一个大背景下 一个产物 你要了解了大背景 其实这些东西你就明白了 我自己觉得这个美国呢 对中国发动金融战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因为现在来看美国手里的王牌就是金融 就是他的美元霸权 他会掐住中国的命脉啊 因为掐住一个几国家的这个发展 掐住金融实际就掐住整个国家的血液 你的命脉抓到我手里 所以中国呢 现在要反制的话 第一就加强监管 加强监管 尽量少有漏洞 第二呢 其实就是多吸引美国资本 把美国资本引入 但引入的前提是中国的监管要到位啊 你要不到位 美国那些资本 我告诉你 那个绝对要吃人不吐骨头的啊 你是玩不过他们 他们都非常聪明的啊 几百年这种 就这种玩资本啊 玩得非常 玩得非常厉害的啊 特别像 华尔街那些啊 那些巨恶啊 但是你把它引入到中国 受到中国的监管 中国的一套游戏规则 监管以后 能够把他们当成人质 所以我觉得 反而对中国来说更有利 所以未来大家会看到 整个中国的 金融领域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感谢观看